在淡水區可牌倉庫 現在展出由在地的版畫藝術家游志涵的畫展 主題是小太陽 而藝術家表示 這裡展出有一百多件的作品 每一張小太陽的圖畫創作 都代表著每一天不同的心情 也讓小太陽有著不一樣的表情 一張一張畫著圓形圖案的畫作 吊掛著圍繞中央紅色磚頭砌成的柱子 形成不一樣的展覽氣氛 在淡水可牌倉庫 現在展出由在地版畫藝術家游志涵的畫展 主題是小太陽 藝術家表示 這個展覽有一百多件的作品 而每一張小太陽的圖畫創作 都代表著每一天的不同心情 也讓小太陽有著不一樣的表情 我這次的展覽主題 是以小太陽為創作的構想 所以每一個圓都是一個太陽的表情 它可能是我日常生活中 一些想法或是感受 然後把它轉換成表情的物件 然後所以它有眼睛 嘴巴 鼻子 或甚至是有四肢或是不同各式各樣的東西 組合成拼湊一張小太陽的臉 所以它可能是代表某一天的一些心情 記事或者是想法跟感受 游志涵說這裡每一張小太陽的創作圖畫 都代表著每一天當下在創作時的心情與感受 將靈感轉化成表情物件 呈現在這一百多張的創作上面 它更將圓的元素 展現在展場的設計概念 除了圍繞著外圍走一圈 還可以進到裡頭 看到作品的另一面 也想藉由圓表達出周圍覆許的意象 裡面的圓 裡面也就是你可以蹲下去 進去到內部的圓去看裡面的作品 而且每一個作品的背後 我都有標示創作的日期 完成的日期 跟它是第幾顆小太陽 因為我有把總共的劍數是一百顆 就是也是代表著日复一日 然後每天這樣過日子過日子 可能是時間的逝去 或者是一些能量的堆積 是一種有點像日曆的感覺 就是你可能過完這一天你就會忘記 過完這一天你就會忘記 就是日子這樣子一直不斷地過去 然後太陽每天都會升起升起升起 但你其實不會太去仔細地去注意它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對它有點像是我們存在過 但是又會離開的一些 可能軌跡或是畫面 在展場當中 不只是有小太陽 還有大型的圖畫創作 也都有各種五官表情融入在其中 而這也是藝術家游志涵 想表現出各種元素組合而成的心情 而在第一淡水 藝術家游志涵是以版話為專長 過去也曾經入選多項的版話比賽大獎 而這一次的展覽主題是用小太陽的表情 展出每一天的心情與感受 呈現出不同的創作風格 記者許多人印尼代表採訪報導